我们今天的特别的空中培训 那我是Evan 目前位于美国的洛杉矶 那很高兴今天在线上 有来自这个我们团队 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 那我想呢 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个特别的培训 我想呢 这个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轰轰烈烈的这个六月份呢 刚结束 那在这个六月份呢 不只是我们公司创架这个新高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团队的业绩呢 也创下新高 那我想除了从我们团队 产生了这个一位钻石领袖 来自马来西亚的Stephy Char 那另外呢 我们团队也有三位的这个绿宝石总裁 那也有无数的这个红宝石总裁 那更重要的呢 在团队很多就连新的朋友 他们也在这两个月 这个全力以赴冲刺之后呢 在杰斯呢 真正不只是看到了这个机会 他们也怎么样 也铁藏了这个机会 带给他们的果实 所以呢 我想今天这个很重要就是呢 接下来呢 在七月份跟八月份 要怎么样 真正把这个 这个杰斯的这个生意呢 做到为你来工作 这个很重要 真正抓住这个机会 为你来工作 那在接下来的七八月冲刺呢 在九月份我们杰斯的这个五周年的这个澳门的年年会 你能有机会站在真正属于你的世界舞台上 所以我想呢 在很多这个团队的这个伙伴的要求啊 我想今天的特别培训呢 除了带给这个所有已经加入一阵子的伙伴们呢 那也有些新朋友或者甚至是第一次啊 加入我们的这个空中这个视频教室呢 我也特别的在欢迎你 那我想呢今天这个培训的主题啊 就是真正的启动是从你看懂以后才开始啊 我想很多这个已经经营杰斯一阵子的朋友 那常常会有一个疑问 他说哎 奇怪为什么我对这个生意那么的感兴趣 可是我的朋友就怎么样 就还看不懂 而且我的朋友呢 这个请他参加这个系统的活动呢 好像这样保姆在带小孩子一样 觉得好累 那我想呢真正的原因是 因为这些朋友呢 他还没有看懂这个生意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啊 叫做知难行义 当你真正懂了这个机会带给你的价值 你真正看懂了这个平台 可以把你的生活 把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呢 其实怎么做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我想呢 今天呢从几个层面啊 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 已经在六月份 舔尝到这个机会果实的朋友们 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让你有机会怎么样 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来检视自己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能够全力以赴啊 那我想在这个全世界不同的环境啊 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层面 什么样的世界 其实真正能够赚取财富的呢 有三种人 那第一种人呢就是怎么样 他看到了这个机会 其实机会每天都有 但是呢真正看到属于自己的机会的人 是什么 是少之又少 那我想今天呢 在线上来参加这个视频 培训的朋友们啊 不管你是不是 这个杰斯的会员 我想今天呢 我保证你会看到 机会会呈现在你眼前 那就要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你知道这个机会是完完全全 可以为你来工作 为你来达到你人生 真正想要达到的啊 所以呢看到机会 还不算是真正完全掌握到财富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成为第二种人 不只看到机会 你还要能够抓住机会 在什么时候抓住机会 可以自己带来最大的价值 这也是一门艺术啊 那最重要的是 真正完全实现所谓的财富经济的自由 是要成为第三种人 就是除了看到机会 除了抓住机会 最重要的 他要能够有机会去怎么样 去实现机会 真正实现机会是什么 让你真正填藏到 这个机会带给你的果实 那我们来看看啊 从这个看到机会 什么叫做看到机会 就是到底现在这个时刻 市场要什么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市场所要的东西 跟接下来的两年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一样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因为今天你做一次的动作 看到这个机会 已经怎么样 已经让你不只是只有今天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你一样可以从这个趋势当中 为自己制造另外一份财富 那我想什么叫做 什么机会是 现在甚至未来市场都要的 而且是怎么样 不随着国籍 不随着时空而改变 我想呢 我看到了三个机会 那我想第一个机会是什么 就是现在大家都要 不只是要健康 而要真正想用什么 想用生命科学 所谓抗衰老 生物科技 我想呢 这个觉得是大家都想要的 我们先不讲是什么样品牌的产品 我们先把杰斯的产品放一边 如果今天有一个产品 是完全天然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需要动刀 不需要去医院 而且是一般大众都可以享受 而且都可以接受的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热门的机会 绝对是 那什么是第二个机会呢 我想任何人都追求财富经济的自由 我觉得其实财富经济的自由 这个名词 其实已经被大家所怎么样 重复的去使用 甚至有一种被滥用的感觉 可是你看看世界上到底谁 真正实现财富经济的自由 我想很多人实现了财富 但是不见得拥有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老板 还急于怎么样 为自己找到另外一个机会 重点是因为他们所制造的财富 他们用传统方法 所制造出来财富的成本代价 其实是太高了 他们不仅牺牲自己时间 牺牲自己的家人 牺牲自己的健康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 是能够带给他们所谓真正的财富经济的自由 而且这个财富经济的自由 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 今天不管你是蓝领 今天不管你是白领 今天不管你是传统老板 甚至你是一个大学生 只要你梦想拥有一个财富经济的自由 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的话 都可以拥有这个机会 我想这是大家都梦寐以求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财库 那再来呢 第三个是什么样的机会 是不受时空而限制的呢 就是这个机会能够怎么样 颠覆传统 什么叫做颠覆传统 跟传统去制造出来利润的方式 是不一样 而且它的利润可以概括全球 我想这几个这个十二个字 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深远 而且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为什么因为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方法 去制造出来财富 那当然传统制造财富 带出来的这些 我们英文叫做liability 这些带来的这些肩膀上要扛的 就是之前所提到的牺牲的健康 牺牲的时间 当然你继续用传统的方法 你也会得到传统方法 带给你的附加的一切 那如果今天不需要用传统的方法 就代表你今天有机会去突破 去拥有传统机会 没有办法 不曾带给你的 但是你一直想要拥有的 那更重要的是你今天的利润 你能够有机会 我们一个小小平凡的自己 有机会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怎么样 能够把利润横跨全球 我想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机会 呈现在你面前完全符合 现在所说的这三点 你说你要不要 我想每个人都举双手说我要 还有你的朋友想不想要 你周遭的同事想不想要 你的亲戚朋友想不想要 我想答案是绝对 肯定的 那目前市场上 有什么样的公司 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sector 能够符合今天的三个标准呢 而且是非常高的标准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存在呢 有的 这个答案就是美商劫斯环球 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唯一的选择 好那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机会了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抓住机会 我想很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有些朋友不了解 我听过美商劫斯 我没有听过美商劫斯 但是重点是你今天要抓住机会 或者你要等明天去抓住机会 或者你要等下周下个月 下一季甚至明年再抓住这个机会 答案是 不同的价值 带给你不同的什么 利润 它的基本面不同 什么叫做基本面不同 因为杰斯是一个颠覆传统的电子商务 那电子商务呢 我们有两个营运区 任何人你看现在每一个人在家里就有什么 就有电脑打开了 任何人今天选择加入这个机会 就会锁定一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生意呢 很公平 先到先得 不能插队 所以今天你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锁定这个位置 也就是加入成为杰斯的会员 跟明天再加入 跟后天再加入 所得到的回报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记得颠覆传统 今天任何人在你以后加入的朋友 他们的业绩 不管你认不认识他都跟你有关系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 尤其我们的会员 他在这个我们英文叫做close 在跟朋友分享之后呢 他不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 没有现场去怎么样 入单 重点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 现场入单的好处 跟后天下个月的好处 是大大的普通 我想从这个我们这个会员的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引导 我们要引导我们的朋友 做最好的选择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告诉你朋友 今天的位置跟机会跟回报 跟明天跟下个月的回报都不一样 我想你朋友没有理由延迟他的决定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引导 从这个怎么样去把知识 把这个重点呢 能够让朋友知道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要学习的地方 那我想今天这个机会 如果有一个机会 我们用比较白话文来做检讨 来做解释 我们女孩子 常常喜欢买这个名牌的包包 来犒赏自己 那我想 我是用一个例子 也许男生喜欢买相机 或者喜欢买这个电脑 不管你想要买什么 我们往往是怎么样 可能过一阵子 想要犒赏自己 就是什么 就是 与女孩子来讲 喜欢买自己一个名牌的包包 不管你要买LV的皮包 你要买Channel的皮包 但是如果今天 你花买一个名牌包包的投资 换取了这个机会 带给你的回报是什么 带给你的回报 是你在不久的将来 有机会每天都赚取一个名牌包包 不管你要赚取每天名牌包包 或者每天名牌包包的价值 你觉得这个投资报酬率大不大 我想太大了 那么简单的叙述 一个名牌的包包 我想在国内最大的套装 一年的套装是3000块钱美金 3000块钱美金 让你有机会赚取每天 3000块钱以上的奖金收入 当然有多有少 但是这个机会是很多人都已经达到的 你觉得这样子的投资报酬率 付出跟回报 你觉得这个比例高低 你觉得值不值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想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机会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机会的高度 所以呢 我想看到机会选择立刻行动 非常重要的 那我还记得 因为我过去在加入捷斯以前 做了十几年的投资理财生意 那我想呢 我有不同的客人 那不同的客人 不同的背景 我记得有一个 这个房地产非常成功的客人 他教我 他说 一望 你做任何的投资 你今生做任何的投资 不管是做房地产做股票做投资生意 你永远要记得 你要 你的决定 如果你可以抓住 它的底线 什么叫做底线 就是最后的打算是什么 跟你可以抓住 这个生意的高峰顶点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是你能够接受的话 这绝对是你要怎么样 要大步迈向前的一个投资 那 以我们节制这个生意来看 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举例来说 一年 一千块钱或三千块钱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选的这个套装 如果最后你选择不做这个生意 你得到的底线是什么 就是让自己 变健康 变更漂亮 这个就是底线 我想这是个很便宜的价钱 让你赚到这么有好大好处的底线 那这个高峰顶点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杰斯的回报高峰顶点 是没有顶点 是没有selling 没有屋顶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奖金制度 来自不同的奖金制度 即使在这个 这个这个反例的部分呢 有满档 但是呢 在这个管理奖金的部分 是完全没有封顶 所以呢 这个生意 除了在奖金收入 完全没有封顶以外 更重要的是 除了赚取金钱 我们可以赚取 全世界的人脉 我们可以赚取享受人生 开快我们的视野 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健康更有意义 所以 如果今天你看准了杰斯这个生意 是底线 你可以接受 我们来看看 要怎么样能够实现机会 那在实现机会以前哦 我想呢 我来先让大家看一看 实现机会的成果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成果是很好的成果的话呢 那我觉得你实现机会的可能就什么 就更大了 首先第一个 我想在19岁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 这个很多朋友跟我们这个钻石巡回的这个朋友们呢 都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Mr. Chong 他只有19岁 他是个大学的年轻人 他呢在6月份呢 刚达到他的红宝石总裁哦 所以这个生意抗衰老 其实 如果你从产品的角度 没有错 好像只有一个上了一些年纪中年的朋友才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像这位年轻人一样 把这个当做生意事业来推广 你看看 19岁的年轻人 一样可以在抗衰老生物科技的生意 运作的非常的成功哦 那第二个案例 我想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呢 有一位这个 非常成功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他在part time兼职半年的时间来运作劫师 马上在短短6个月时间 他的收入已经达到美金5位数字以上 而且是非常平稳每个月的5位数字以上 那还有什么朋友 看到机会 抓住机会 最后也实现机会呢 我想在香港 有一位家庭主妇 那这个 这个Mrs.Full呢 她从很简单的使用产品 到自然而然的跟她周边的朋友去推广 她在30天的时间 已经赚到美金5位数字以上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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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她衍生出来 有8位的朋友 都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 得到公司的蓝宝石以及6000块钱奖金的推广 所以呢像这样子一个案例你可以看到很客观 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是 他们选择去实现机会 之后 我想 得到的成果 是 已经是大家都什么样 都是一直所向往的 可是重点是 他们都做了一个动作 他们选择 去看到机会 抓住机会 最重要的去实现机会 所以像这样子的案例 我想在世界各地已经非常非常多喔 那我在这里想要跟我们的团队来做报告喔 那这个在这个6月份结束之后呢 我来我询问了我团队的这个 我跟Samson的团队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伙伴 我们的团队 有高达 至少101位的朋友 已经拿到公司的蓝宝石 以及6000块钱美金的奖励 那我知道这个101个数字 是他们报回来给我们的数字 很多朋友事实上 还没有把他的名字报上来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要让他知道 这个是绝对可以运作这个生意 因为一切都是从一个决定开始 那我也很高兴在这里 让大家知道 我想呢今天我们的团队能够非常健康的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呢 都能够有市场 我想除了谢谢 这个这个我们全球生意的平台 更要谢谢我们的系统 还有要谢谢所有在这个平台 努力付出的领袖跟伙伴们喔 让我们的团队能够怎么样 不只是业绩成长 最重要是能够怎么样 能够复制下去 帮更多的朋友成功 而且呢能够为大家带来越来越多的什么样 实质的案例喔 好那看到这些成果以后 对于还没有实现机会的朋友 你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想在一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看看机会对你的价值 我想之前我提到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知难行义 你要看懂了以后 其实一切就很容易 那怎么去做这个机会 我想取决于 接下来我要把机会 能够怎么样 能够从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角度来做定义 如果今天你看懂了这几样的话 恭喜你 你不动都很难 OK 所以第一个我想机会本身带来给你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呢就是 如果今天这个机会带给你的 不管是从金钱上 不管是从这个生活的层面上 不管是从这个国际观上 如果你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讲 有这个价值 有这个意义的话 那当然你愿意去实现这个机会的动力 会比一般人大的很多 怎么说呢 我想很多朋友 我常常说这个生意要去找谁 要找在他现状想要改变的朋友 如果今天有些朋友 生活不管他有没有钱 他觉得他过得OK 他也没有这个欲望去追求 更好的生活的品质 那他对自己的健康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所以对这样子的朋友 如果你再去跟他 一直的去分享的话 你会分享的很累 因为他本身没有看到这些价值 但是对于这些 不管是有钱人 蓝领阶级白领阶级 不同层面社会层面的朋友们 当他想要有改变的动机 我想他愿意去改变的这个动力 就会大很多了 所以第一个呢 从机会本身的价值来看 那第二个呢 机会本身 我叫他是重复的纪律 如果像刚才我跟大家叙述所说的 杰斯的这个纪律 才能做到那个新的设计 就是他们的价值 就是自己的价值 应该是可以在那个初心 然后他要让这个纪律 所以這就是機會本身的重複機率 再來呢 機會本身的什麼 對比報酬 我想最重要的是 當你今天有了這個平台的機會 跟沒有這個平台的機會 你的生活有什麼樣改變 我常常以我自己以前做這個投資理財 我也一直認為我過得很好 可是人非常的可愛 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 或者根本不知道 還有另外一些選擇的時候 其實你會自然而然去接受 你現有的生活方式 但是呢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不只是認識到這個機會 也有機會去實現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其實再回過頭來看 我才覺得我以前做投資理財 怎麼賺錢賺得那麼辛苦 怎麼賺錢賺得這麼累 因為我把現在的機會 帶給我的成果跟我過去沒有這個機會 我來做一個什麼 對比 所以我想今天如果你比一般人都有遠見 能夠看到 能夠visualize 能夠想像到這個機會帶給你的價值 的成果 再去想想 你沒有這個機會帶給你的成果 對比當中 它的力量大不大 如果沒有什麼對比 代表這個機會沒有什麼價值 可是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當你真正看懂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過去跟未來 其實是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呢 很好的很好的消息是什麼 未來 絕對會比現在過得更開心 過得更好 過得更有意義 我想這個也是要這個有這個先見的朋友 能夠看到他的對比的這個報酬 這個return 那我想最重要的總結來說 機會本身的投資報酬率 如果你覺得花一兩千塊 甚至三千塊錢 不管你在哪一個國家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來運作這個生意 接下來這個生意帶給你的回報 如果你去算 我想你可以知道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這個機會 我想當初我也跟每一個朋友一樣 選擇加入這個這個這個套裝 可是接下來呢 短短的幾年的時間 我想如果我有機會去把 我有所有從第一天到現在 所賺取的收入 再加上我的生活的改變 我的生活型態的這個提升 我想我去把它算出來 我會覺得哇 原來有這麼大的投資報酬率的一個生意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看懂了 這機會 這個所謂的四面 你看懂了 恭喜你 我想其實你已經知道怎麼樣去啟動 我常常跟很多領袖在溝通 那其實在過去這幾年以來 其實我體會到其實真正看懂這個生意的朋友 其實是不需要你一天到晚去什麼 去打電話去催他去教導他 你完全不需要 我們只要把怎麼樣 把這個機會 帶給 這個朋友們 當他看懂了以後 其實真正會動的是他來追你 而不是你去追他 其實我想呢 越來越多已經印證出來 我想 很多很多 朋友 為什麼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 達到那麼大的成功 就是因為他完完全全 看懂了這個機會 當你看懂了 哇 世界上原來有這樣子的事 跟我傳統的生意的工作 有那麼大的對比 那我抓住這個機會 我看準這個稀有的機會 我要怎麼樣 全力以赴往前衝 其實這一切就像推骨牌的效應 很快的就自然而然怎麼樣 這股動力就會推著他往前衝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做的動作是對大眾 對很多很多的人 把這個機會帶給他 那恭喜大家 因為有一個數字叫做數字原則 當你跟10個朋友分享 舉例來說 如果兩個朋友看懂這個生意 那我們要怎麼提高 這個2 提高到10 甚至到100呢 很簡單 當你跟越多的朋友分享 當然這個數字 比例就會自動提高 跟10個人分享 有兩個人 看懂這個生意 那你就跟20個人分享 就有4個人看懂 或者你就跟100個人分享 就有20個人看懂這個生意 所以呢我們要做的 我們常常說我們要有 藍海策略 Blue Ocean 而不是Rae Sea 不是在紅海 不是在你僅有的什麼 圈圈裡不斷的去怎麼樣 去重複的對同樣的人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懂的人 還是不懂 懂的人 其實你一點他就同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我們的主力放在哪裡 放去 擴大我們的圈圈 跟更多的新朋友 去分享這個生意 為什麼 因為唯有你 好 請教會 好 好 很期待